亲共司令个人的选择 我们个人没有什么意见 不过你利用国会的免责权 利用国会立法委员的免责权 在如此大放绝词 只是觉得非常的离谱 非常的可笑 不过更让人家可以看清楚 那么中共的真面目 为什么 我还以为 两会政协跟人大 中共的不是已经闭幕了吗 怎么会台湾的国会议员 在国会电脑讲这种话呢 那么不禁令人想象 最近都在讲黄埔的话题 如果是两奖时代 如果是国会议员讲这种话 不要跟我讲什么言论免责权 我都不知道 最后的下场会不会两奖怎么处理 所以事实上因为很简单 他们就是要搞疑美论 就是美国对台湾不好 美国很危险 把台湾推向战争的边缘 说来好笑 这次在乌克兰 要不是有美国跟北约的这些武器 你知道美国为了军援 这个等于说乌克兰 乌克兰的军工教 这些一般的薪水是美国护的 他们不是只有军援的武器 连金援 连钱 现金烧票观想 就是这个花薪水 都是美国人愿意帮他们出的 没有美国人 我告诉你他已经出了一兆台币以上了 没有美国帮忙 乌克兰早就亡国了 那么美国帮忙最大的就是海马斯火箭弹 你搞清楚 海马斯火箭弹 单单70公里的炮弹 源源不断的攻击 就把俄罗斯打成这样 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 打成12大军事强国 单单一兵未出 单单提供武器 更何况卖给我们台湾的是300公里的80几颗海马斯火箭弹 跟864颗70公里的 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多买 你知道吗 再多买 因为海马斯火箭弹确实有用 又精准 所以我们应该要多买 所以为什么 一个是提供我们武器帮助 协助我们保卫自己的国家 然后跟我们是盟国 那一个不是 一个是一天到晚要欺负你 我刚刚一直强调 人前手拉手 背后下毒手 刚刚高军事务美讲说 所以更需要和平 你错了 没有武力做后盾的和平 你只是任人宰割的对象 就跟流氓欺负三两老百姓一样 有一天 你以为你跟他 好好我付保护费来 那你不要来打我 哪一天他就亲门塌户 带刀带枪 把你整个店面给吃掉 就是这个样子 中共就是最大的 全世界最大的流氓黑社会